在今天早上8點15分左右接到民眾的報案 聲稱在新生南路有一家廣播公司 他在上面放置了一個禮物 在網路上他也涉及到一些言論 有一些恐嚇的意味 那經過警方到場查證這個禮盒 發現裡面並不是爆裂物 但是這位姓田的民眾在網路上的留言 涉及到有恐嚇及妨礙民意之前 因此我們警方在兩小時之內 查去到案 事後將依法移送台北地監署 另外這位田縣的民眾 也涉及到禮拜一在大安坑局 也是一樣在一個廣播公司裡面的一個傷害案件 大安坑局也一樣有依法移送法辦 最後我們警方認為這個案件 我們需要對於相關的社會善良的百姓 還有相關的廣播公司 我們都要加強維安 也希望社會能夠秩序能夠 讓我們的安全很和平 讓我們的社會能夠適虧正常的生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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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âl